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颗非常迷离的文心囊 这颗文心囊在我家刚刚好一年了 我在去年买的 它长了三个花梗 前面这边有两个花梗 每个花梗只有两个花包 后面还有一个花梗 只有一个花包 因为它是第一年开 可能就开得比较小 如果最终的好 它一个花梗呢 可以开五到六朵的 它都很好最终 跟普通的文心囊差不多 它的一片呢 就比较阴 有点像坚硬文心的 我给你们看看它有多大 大概有十厘米的高 非常的美丽 我在网上呢就看过有一颗 它长了有四五个花梗吧 每一个花梗呢都有四五朵 开得非常的美啊 我解一颗呢就 花梗呢长得比较短 在网上我看到的 一般都长得比较长的 在最终方面都跟普通的文心囊差不多 我现在是怎样最终的 它喜欢比较湿润 我现在用的是水苔跟小小的木块 把它摆在一个玻璃瓶颈里面 在瓶颈里面呢 我是长时间保持 它里面呢有水味的 这样就比较适应 花朵的颜色呢都非常好看的 非常的艳丽 花瓣西咖啡的颜色 在中心有鲜红色 纯瓣西非常艳丽的黄色 小小颗的非常的可爱 又不兼用空间 又好在中 如果你都喜欢文心囊 但又怕它兼用空间 那这一颗呢小小颗的不兼用空间 我蛮推荐的 它刚开了几天 我没有闻到它有什么香味 所以呢我不肯听它有没有 站在旁边的这颗米里斯芙兰 都很快就会开了 有好多的花苞 我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到我家来 他很好笑啊 他问我 诶你这种呢什么品种的辣椒 这个品种的辣椒我没有看过啊 好不好吃的 是不是很好笑啊 说真它的花苞呢 真的有点像小小的辣椒 不见用空间的文心囊 还有在这边的建议文心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一颗 我这两个礼拜前买的 买来的时候呢还有做过细评 我当时呢还说 它的花的颜色呢 更大小都不是我要的 你看这一颗是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已经开了 我就说它的颜色比较大 花朵呢 就比较小 那旁边姐客呢 本来它们是一颗的 我把它分开 分开两盆 那当时呢它有花苞的 我是马上给它肥料 它现在开出来的花朵呢 你看颜色差很远啊 它们是同一个品种啊 我是跟它分开的 我当时就说 它可能肥料跟不上 所以了花的颜色呢 就比较大 花朵呢就比较小 那现在开的这一颗 比较大了 虽然现在开的都比较大 但我想它应该可以开更大的 因为它在长花苔的时候呢 我感觉它养分跟不上 所以它的花苔呢都小小的 看它的花苔 长得小小的 虽然分跟不上 你看在我家长得 比它大很多 这颗的品种呢就比较大的 那这一个品种呢 应该就跟刚才那颗呢 虽然差不多的 花苔长得比较大 花朵呢就开的比较大 这颗我买回来的时候呢 花朵都是小小的 在我家长得就大了很多 所以呢我感觉这颗 如果到明年呢 给它有足够的肥料 它下一次开花了 应该可以开大一点的 你看这颗的花苔 比起在我家长得小了很多啊 所以为什么它的花朵呢都小小的 肥料跟不上 是可以影响它花的颜色 跟它的大小的 建一文心很好啊 我现在这颗 我又看见它 在这里啊 长了一些七发芽出来 所以呢它 前面这边啊掉下了 还有七发梗 有花开的 这颗黄色的 都开了有两个月啊 建一文心呢都可以开很久的 我这边的这颗三寸 我之前有介绍过了 它现在两颗开了五朵 全打开了 这颗三寸的它的花朵呢很大 花斑呢很厚 所以在它开花的时候呢 要用一些木条呢把它的花梗呢 固定一下呢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的花朵呢真的很重的 比起一般的蝴蝶蓝呢都重很多 好了今天就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